实装的意义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在重要的场合为自己赋予光彩耀眼的武器 又或者是一部分人在闲暇时间转换心境跟切换角色的工具 甚至时装它已经成为了一部分人用来彰显阶级的标志 但是对于Prada这一所时装屋来说 时装它更像是一个包含艺术、哲学和思考的议题 从80年代Mustia接过这一所时装屋 就为Prada这个品牌的时装赋予了更多功能性和实用性 那么即使在Rob Simmons加入Prada出任联合创意总监之后 这一所时装屋对于服装的功能性、实用性 还有艺术化和哲学维度的探讨也一直没有改变过 在经历了前几季更加年轻化和潮流化的呈现之后 Prada再一次把讨论的重点回归到服装本身 而且把它放到了一个更加贴合现实情境的场景当中 那就是当我们把时装带到工作场合之后 如何保持优雅且有增严 哈喽大家好,我是网脑,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来和大家聊聊Prada 2022秋冬男装系列 这个系列刚发布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的讨论热度是很高的 很多网友都把这一季的讨论焦点 放到了它的扩型设计上 甚至在网络上面还形成了两股势力 去争论这种扩型这种设计 而且有一部分的网友表示 Prada 2022秋冬的男装系列 相对于前几季的设计来说比较的平淡 但是对于我来说呢 这一季的作品是很有看点的 Mustad Prada和Ross Stevens这两位设计师呢 把他们往年非常经典的这些带有标志性的设计 拿出来然后呢去融合了现代主义建筑风格 进行重塑 同时在这一季的设计里面呢 去加入了90年代的这种复古的扩型 把整个设计呢做得更加的 怎么说呢 既有一丢丢复古的感觉 而且又非常的现代化 而且这一场秀呢 也是一场阵仗我觉得非常大的 而且呢还是一场星光熠熠的线下的实体秀 那么今天呢我就来和大家好好聊聊 这个系列的设计背景 秀场亮点 还有值得关注的单品都有哪一些 同时呢也会来给大家上点硬货 告诉大家在这一季里面 这两位设计大师到底用了什么手法 去做他们的实装设计 然后呢在最后我也会按照惯例 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Prada 还有就是这两位设计师合作的 这个看法和感想是怎么样的 OK废话呢就不多说了 直接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跟同一时期其他品牌发布的男装系列 所呈现出来的旧日资产阶级风貌 FIX世代潮流生活情景 还有更具未来感的元宇宙生活场景不同 Prada 22秋冬男装系列 它是一个聚焦在重塑日常工作服装的设计系列 这个系列通过带有现代主义的扩型 光影配色 还有材质的碰撞 探讨了怎么用服装去构造男性的权威感 值得一提的是 Prada 2022秋冬男装系列 也是Rof Stevens加入Prada 出任联合创意总监之后 首次举办的线下男装秀 而且一向热衷于偏爱 选用新面孔和年轻男模的Rof 在这一季中也放弃了自己的坚持 让年轻的男演员 还有好莱坞老牌的巨型出现在秀场上 在男明星的选角上 Nusia Prada和Rof Stevens也是动了很多的小心思的 为这场秀开秀的老牌男星呢 就是大卫林奇最爱的男演员 同时还是主演过双风的Kyle McLachlan 如果说你们已经看过了我之前 两期介绍Rof Stevens这名设计师 还有他设计风格的这个解析的视频 就会知道Rof Stevens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在恐怖电影 或者说惊悚电影里面去寻找设计灵感的设计师 而且双风这部影视作品呢 也启发了他去设计了2016秋冬的男装系列 除了Kyle McLachlan 担任开秀模特之外 Jeff Goblin还进行了闭场表演 跟一二秋冬的男装秀场选用青色的老牌男星不同 Prada二的秋冬则选用了老中青三代 不同年龄层的男明星加入走秀阵营 以便更好的去体现Prada的男装设计 对于不同年龄 身材风格还有受众的包容度 我觉得Prada这一季的主题 模特的选角还有秀场的设计 都是非常妙的 因为在这近十年的流行趋势里面呢 很多的设计师他们会把时装的这个适用场景 放到休闲场合 派对活动 或者说是一些主题性很明确的 这种社交场景里面去做设计 但是把时装的适用性锁定在职场 或者说工作场合的这种系列是很少的 那么随着时代它在进步 然后又加上新冠疫情的出现呢 人们的工作其实是在慢慢的改变的 而且传统的这种工作环境 或者说工作模式呢 也在逐渐的解体 所以Prada他们希望通过Body of Work 工作之身这个主题重新去探讨 在当下的人们的工作环境会是怎么样的 在这个环境之下的人们穿着的服装又是怎么样的 人们又会通过什么样的服装来表达自己的职场身份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现在的人呢相比于过去的人来说 工作的这个内容更加复杂了 现在我们的人呢去上班去工作的时候 可能还需要去表演去隐藏自己的这个情绪 让我们在一个职场的环境里面呢 变成另外一个人同时我们还需要去借助服装 来让自己的这个职场身份的一展展现 或者说呢用服装来去赋予我们更多的这种力量感 或者说呢权威感 那么在基于表达工作及表演的这个理念 一直操到Prada秀场设计的AMO工作室 就把秀场设计成了一条时间长廊 两端的装置代表着未来和过去 用灯光塑造出来的明黄色的秀道就是当下 而秀道上这些被展示出来的服装 就是Musea和Ralph两位设计师 认为在现在的工作场景中 适合去穿着的服装 为了去凸显表演感 还有烘托出虚实结合的环境氛围 AMO在设计秀场座椅的时候 还特地把剧场椅搬到了秀场 让观秀者可以身临其境地去观赏 这一处有好莱坞男星领衔表演的时装秀 那么回归到秀场的服装上 跟Prada前几季的男装 呈现出来的少年感和青春气息不同 二二秋冬的男装系列 看起来就更加的正式和成熟 这些带有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 扩形和材质的组合 构建出了属于男性的力量感 在Prada的世界里 Musea和Ralph认为现代男性的装扮 可以在正式的工作场景之中 带着多一丝轻松和幽默 正如你所见 搭配在这些强调力量感的 西装和双排扣大衣之下的衬衫 并没有搭配领带领结 而是选用了Prada的Archive图案 特制成了颈圈作为装饰 挂在模特耳朵上的耳饰 从前几季卖爆的三角logo耳环 升级成了单边的机器人小挂饰 用来凸显男孩子的幽默感 色配色方面 两位用色大师都决定使用更加丰富的色彩 除了偏正式的西装和大衣是灰黑色系之外 其余的单品全部都选用了清亮的色彩去做拼配 像是亮橙色 水蓝色 水绿色 金丝雀黄 姜黄色和灰蓝色 当那些原本看起来有一点老气的 90年代风格的单品 搭配上这些亮色的手套 衬衫 裤子之后 整个造型就轻松了起来 在造型的方面 两位设计师也做了一些复杂的尝试 他们把真似的衬衫和高领衫 组合在一起之后 叠搭在厚重的外套之下 用羊毛材质的针织衫 去跟针丝面料的裤子做组合 在西裤的裤头 拼接上亮色的松颈带 还在各种款式的大衣上面 拼接了毛茸茸的环保皮草 而且在这个系列里面 Rof Siemens标志心的BOMO夹克 也进行了全新的扩形塑造 用一根腰带竖紧腰身 呈现出八字的扩形 而且也同样的使用了环保皮草进行点缀 把这款运动风格的单品 做得更加的现代主义 包括Prada标志心的Jumpsuit 在秀上也贯穿时钟 这些Jumpsuit采用了 更多样化的面料进行诠释 像是Prada标志心的再生尼龙 带有光泽感的皮革 还有科技丝绸面料 Prada22秋冬的男装设计 很好的一次性满足了男生 或者男人在工作场合中 拥有正式感 时髦感和轻松感的需求 这个系列把它放在当下去看 我觉得还是蛮有启发意义的 因为对于很多要工作的男性来说 让他们穿那些过于休闲的 过于街头的 或者说过分的时髦的这些单品 其实显然是不合适的 所以Prada给出的这个解决方案 是直截了当的 两位时装设计师 他们都以工作服这个命题 进行在诠释 在保留他们的正式感的同时 通过配色组合更换材质 调整扩型来让服装变得更加的现代 也更加的时髦 在Prada 秋冬男装系列发布之后 大部分人的讨论点 都聚焦在了它的扩型上 很多人都说这一季出现的双排扣皮衣 暗门镜的西装 都跟这几年Dumna Vassalia 在Balenciaga做的设计很相似 我觉得对于那些不明所以的观众来说呢 这个论调可能乍听之下 是这么回事 但其实对于Prada 或者说对于Muzia Prada和Rav Siemens 这两位设计师很了解 而且也非常的懂80年代90年代的 时装风格和流行趋势是什么的 时装爱好者来说呢 Prada 秋冬男装系列的酷型设计 很像Dumna Vassalia的Balenciaga的这个论调呢 其实就会知道它是一个无稽之谈 像在这个系列里由Kyle McLaglan 演绎的黑色宽肩大衣 这一件单品的设计灵感就来源于 它在双风中扮演探元时穿的棕色羊毛大衣 还有这两件真一点最高的皮革双排扣树腰造型 它的设计灵感其实直接来源于40年代的军用大衣 这种设计或者说扩型 在Prada和Rav Siemens这两个品牌往年的设计里 都已经早早的出现过了 而且退一万步来说 Balenciaga和Prada这两个品牌 即使是在运用了相同的元素去做设计 它们设计的出发点和设计的灵感来源也是不相同的 Prada 22秋冬系列是一季以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为设计蓝本的系列 Mustad和Rav从各自的档案部中提取了一些已经设计过的单品 用现代主义的手法再进行解化和重塑 像这一款暗门镜的西装外套 没有多余装饰的双排扣带衣 用纯色皮革设计成的工装服 包括是环保皮槽的拼接设计 色块的组合搭配 不同材质的组合展示都是特别现代主义风格的 现代主义可能大家听的还蛮多的 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现代主义或者说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到底是什么 或者说怎么把这种风格运用到时装设计里面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一点点时间里面呢 我就来给大家上一点应货 告诉大家Mustad Prada和Rav Siemens 是怎么样把现代主义建筑风格融到他们的时装设计里面的 现代主义它既是一种哲学运动也是一种艺术运动 它起源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 它探讨的本质就在于当代的工业技术与工业化是否能够服务于大众 服务于社会 而推崇现代主义设计的知识分子 希望改变设计为权贵阶层服务的现状 把设计变成服务于社会群众的手段 这种哲学理念或者说思维就是Mustad Prada接手Prada这个品牌之后一直推崇的 而将尼龙面料运用到时尚界 同时将它与奢华的材质面料相结合 就是一个特别现代主义的做法 那么这种风格它到底是怎么样融入Prada这个品牌的服装设计语言的呢 首先我们就要去了解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它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就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更加注重新科技新材料的性能特点 比如说用钢铁、水泥、玻璃平板这些新型的材料来代替传统的建筑材料 同时在建筑手法上还采用拼装式的格型手段 那么在二二秋冬的男装系列里面就出现了大量新技术和新材料 像是绣场上出现的连体衣就没有使用传统的面料来设计 而是选用扎生尼龙或者科技丝绸 这种科技丝绸面料是在真丝的基础上涂上高科技防水的涂层 让它防刮耐磨而且让针丝呈现出硬挺的特性同时还特别的透气 而且在造型的思路上两位设计师就采用了拼装式的思路 把不同机理的面料进行组合 比如说环保皮草搭配尼龙 把针丝面料的连体衣拿来搭配各种材质的带衣、西装和夹克 这就是特别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的 第二就是现代主义的风格会以功能为中心 建筑设计的基础是逻辑性、科学性还有讲究效率的 那么基于功能性为中心的这个理念 Prada在22秋冬的男装系列里面就高度的把场景聚焦到了 我们每天都会参与到的工作场合 这些大衣、西装乃至于工作服 它们的功能性都是特别明确的 让你在工作的场合看起来更加的体面、正式、拥有力量感 像这个系列的面料就特别的厚重 适合在冬天穿着 不会像其他品牌在秋冬的系列里面会出现一些特别轻薄 只注重设计不在乎实用性的show look 同时在系列里面的每一件款式都可以对应到一个具体的职业 穿着这些单品出现在工作场合 它符合了场景的逻辑 而且在22秋冬系列里面出现的男包 实用性比网季的男包功能性都会更强 而且也更加适合在工作场合中使用 第三点就是提倡建筑结构设计以简单的集合造型为主 像是呈现出棱角分明层次清晰的结构 同时取消装饰采用中性色的做法 依照这个思路去看22秋冬的男装设计就不难发现 在秀场上的色彩全部都使用了中性色 中性色的出现提高了服装的实穿度 在视觉上不会让人有疲劳感 加上我之前是有说到过 一些在网季出现过的设计被搬到22秋冬进行再设计 两位设计师把所有的装饰都取消了 只保留了基础的框架 然后把所有的服装在结合90年代扩型的同时 都设计的棱角分明 甚至是用腰带扎出了更加清晰的三角形结构 还凸显层次 比如秀上出现的这几款暗门镜的西装 都是从Rof Simons2000年期间的设计简化来的 还有西装束压的Look 是从Musea Prada在2019秋冬造型做简化的 包括拼接环保皮草的设计 也是在Prada2016秋冬和Rof Simons2017秋冬的基础上 进行简化的 我之前在去说其他品牌的秀长解析的时候 已经有和大家去说到过 现代的时装室发展到今天 它已经很难在结构或者说扩型上面 去做一些比较新的革新了 所以大部分顶级的时装屋 他们在去做时装设计的时候 为了去保持这个品牌 它的调性和它要传承的这种文化 他们即使是在去做一些New Design的时候 都是会去参考自己的这个品牌的档案部 去做设计的 那么对于Prada这一所有着厚重档案部的时装屋来说 更对于Rof Simons这种更加擅长用Archive 来Redesign的设计师来说 他们不断去挖掘自己在网年 且自认为设计的还不够极致的设计 放到今天来重现 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艺术家情怀的事情 那么除了这个很硬的知识点之外 这一季的作品它其实还探讨了一个很有趣的哲学问题 那就是Prada他们怎么样用现实主义这个哲学理念 去探讨如何用服装塑造男性的权威感 在我们的生活中是不是很容易一眼就分辨出那些大领导大人物 或者说他们是否手握的权力 其实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是可以从他的言谈举止或者说最直观的 从他的衣着打扮上面去抓取到他有权力或者说很厉害的这个信息 Power Suit这个时尚关键词在80年代由George Armani领先演绎 在那个年代的男性会特别钟爱穿那些面亮厚重 深灰色 大垫肩 宽薄领 腰线并不明显的西装 以去彰显他们的力量感和权威感 而在Prada这个名为Body of Work工作之身的系列里面 就出现了大量符合这种元素的西装和大衣 而且这些单品都由那些拥有表演经验的老牌好莱坞男性进行演绎 当这些老牌男性穿着着带有力量感的服装出场的时候 每个人都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这种氛围 但是要知道在21世纪 甚至在2022年这个工作环境性质节奏已经被改变的年代 那些传统的老旧的 已经不符合当下时代潮流的这些Power Suit呢 已经不再适用了 所以Musea和Ralf就对这些带有传统扣型的男装 进行了一次以现代主义建筑风格为蓝本的设计简化 同时还为这些Power Suit搭配上了中性色的丝绸衬衫 手套拼接上环保皮草 让他们看起来更加的现代化 同时还进行了一些收腰的改动 让那些拥有权力的男性在装扮上 可以拥有更多一点的轻盈感 在这个系列里面 两位设计师也把不同年龄层的男性 穿的服装都Power了起来 他们给每一款单品的肩布都加上了宽大的肩线 而一直被Ralf Simmons用来强调青春感的薄膜夹克 则束上了腰带搭配皮鞋出现在秀场上 让男孩看起来更加的成熟 即使Prada相对于其他意大利品牌的男装线来说 他们一直都把自己的受众群体 圈在一个相对年轻的范围里面 Prada的男装一直给人一种 阴柔、克制、中性化的气质 同时在Ralf Simmons加入之后 又带来了更加鲜活、亮丽、青春的色彩 刚硬、强壮、硬朗一直跟Prada这个品牌没有太大的关系 而二二秋冬的男装系列就很好地去探讨了穿Prada的男孩 或者说男人应该怎么用更加现代的方式 去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成熟和拥有力量感 很多网友都评价这个系列趋于平淡 他们的理由都在于Prada是一个顶级的时装屋 那么他们的设计就应该要惊世骇俗、花枝招展 或者符合人们对于时尚这个词的期待 那么当Prada在这一季放出一个谈论工作场景的时装系列的时候 而且因为融入了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和哲学范畴的思考之后 这就会让很多人觉得 这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对Prada的期待 但就像Musea Prada在秀场笔记中写到的那样 我们在思考时尚的意义、合理的服装 设计令人感觉到自我重要性的服装 如此服装本身便具备价值 而非用完及气 时装应付内涵、耐久而时穿 经典时装的概念非常的重要 其实透过Musea Prada的这段话呢 我们是可以知道Prada 22秋冬的男装系列 它要做的是一季经典、耐久、时穿的时装 而非一季用完及气只考虑流行度和时髦度的时装 那么对于Prada 22秋冬男装系列 我自己的看法又是怎么样的呢 在我看来Prada 22秋冬的男装系列 相比于前两季的男装设计更加勇敢 他们选择在各大老牌时装屋纷纷年轻化的今天 兼顾更多的受众群体 Ralph Simons加入Prada出任联合创意总监之后 他已经设计出了两季极具Ralph Style的服装系列 这些作品是相对流行、相对新颖 而且在男装市场上拥有强大竞争力的 但在二二秋冬男装系列里面 Ralph Simons负责呈现青春活力的部分刻意收敛 由Musa Prada来主导这一季男装风格的基调 身为一名时装设计师 同时还是一位商人的他 更知道市场需要的是什么 所以不难发现在不断强调年轻男装形象的Prada 在二二秋冬系列停了下来 我们在秀场上面看到了更多年龄层的模特 穿着这两位设计师的design 让大家发现原来Ralph Simons加入Prada之后 也没有异味的年轻化 30家、40家、50家的男人 穿Prada也可以很好看 放眼望去这十年 几乎所有老牌的时装屋都在努力的年轻化 但是跟Louis Vuitton、Dior、Guanchi、Fendi 这些老牌时装屋选择启用年轻的品牌创业总监不同 Prada则很聪明地选择了一个擅长做青年文化 而且在Zick世代中拥有极强口碑 而且才华横溢 履历丰富的同时 还有着一个20年历史的同名品牌的资深设计师 一直以来 Prada这个品牌在时尚界都是特立独行的 在这个品牌的时装作品里 可以看到Musa Prada对哲学、民主、政治、反时尚等一系列话题的探讨 这个品牌在许多消费者的心目中 是彰显自己睿智、文艺、前卫调性的代表 当Ralph Simons加入Prada之后 他为这个品牌带来了更加前瞻的视野 进一步把年轻文化、流行艺术、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等等一系列属于年轻人的血液 注入到了这个有着厚重品牌历史的时装屋里 在这个特别浮躁的时尚圈 大家都想依靠夸张和怪弹的单品 在社交媒体上博取更多的流量 这导致大量廉价、不时穿、经不住时间推敲的服装充斥在市场上 尤其是在男装市场 这种现象更加严重 Ralph Simons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谈到 作为一个时装设计师 当你在时装行业待的足够久 你会发现你能做出来的设计是非常局限的 有的时候你的设计就是会和现实脱节 那么比起平衡 我从来不会去想设计一些卖不出去的东西 而是去设计一些我觉得穿在人们身上会好看的东西 顺着他的这段话 再去看这个一直引领着时尚潮流的时装屋 发布的这个看似平淡的系列 他其实把我们坚守住了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之下 属于那些体面的